青色夜生活 讓首都大淪陷 北市單日確診 創新高 標迫百利 確診者租基 遍部M南模會館 183南模會所和萬豪會館 金昌酒店等等 牛郎店和酒店小姐 讓台北大爆群聚 台北的感染 大概主要還是特殊娛樂場所 就俗稱的八大場所 還有這個校園 南韓拼打四季 疫苗覆蓋率極高 但仍然死2000多人 柯文哲說 兩個月內 台灣疫情將飆倒高峰期 如果疫苗覆蓋率這麼高 竟然現在還有29.6%的 總人口感染 我們台灣到現在 我看來不到一% 我們也不要太樂觀 因為我們也沒有理由 會比韓國或其他 新加坡更厲害 首都防疫是不是超艱困 柯文哲話風一轉 大罵綠網軍 防疫對我來講 沒什麼困難 困擾比較大 大概是桌一扣跟塔綠斑 桌一扣跟塔綠斑 阿妹萬人演唱會 有人確診 讓北市府也被罵翻 附近的居民 將家裡電視和水瓶 被震得搖晃的畫面大曝光 柯文哲這麼還假 七年過去了 阿妹的魅力依舊 威力還是在 所以他一出場就天咬地動 就沒辦法 那個地方是土壤液化區的 所以他水位比較高 就好像你那個 臉盆放在水裡面 你給它動動動 它就會水泡會出去 像阿妹那首三天三夜 大概這個真的要換地方唱 三天三夜不能再消聚登場 但台灣人演數字 在三天三夜過後 恐怕繼續震撼百姓 記者 張昭鵬 陳怡肉 台北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